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树林在那掌心阴雷送给我的时候说 他已经看出我麻烦缠身 所以给我这个东西可以为我挡劫一次 只不过他却没告诉我怎么用这个东西 花木兰也不知道 所以我把这个事儿跑出脑后了 甚至忘记了我身上还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如今一看这鬼老太的情况 似乎这掌心阴雷还厉害得紧呢 就在我脑子里思维极端混乱情况之下 让我震惊的一幕又出现了 只听咔嚓咔嚓两声脆响 那鬼老太被蓝光笼罩的爪子竟然碎了 就像是碎冰块 一块一块稀里哗啦全掉在阳台上 手腕以下部位全部没了 而且他手腕上仍旧散发点点的幽蓝光芒 一时间那鬼老太惨叫得愈发厉害了 没断掉哪个爪子一巴掌把我闪飞 然后起身蹭蹭蹭两个起落 从我家墙头就跳了出去 逃之遥遥 我把鬼老太最后一爪子抽得浑身快散架了 眼看鬼老太逃走 终于再坚持不住 眼前一黑就直接晕倒过去 早闭上眼睛的刹那 看到周静和苏苏带着黑子从屋子里冲了出来 显然我和花木兰饿斗鬼老太的动静 已经惊动了他们 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后的景象 然后就彻底没有知觉了 等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 我浑身裹满了纱布 稍微动一动就浑身酸疼 睁眼的时候便看到李叔周静 苏苏他们全部围了过来 甚至就连李家家都来了 你终于醒了 李叔一看我醒了 顿时长长呼出一口气 沉声说道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危险呢 身上大大小小伤口 足足四十多处 有几个地方动脉都被切开了 是些过多 若不速速这一次正好给你准备了备用的血带的话 你怕是有性命之危 本来我还想着把你送到医院的 结果周静帮你起了一挂 挂上显示 眼下医院这些地方 与你命格是白虎相冲 去之大凶 有死无生 所以我正能让你继续留在家里了 这今度一来 就是苏苏家忙里忙外地照顾你 你能醒 苏苏这样的手工啊 以后 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 我一听便心中明了 连忙向苏苏道谢 弄得苏苏倒不好意思起来 连说她是应尽的责任 我一看小姑娘脸薄了 于是呢也就不说 心中琢磨着 回头一定得好好报答一下人家 虽说苏苏是我花钱过来的吧 但是人家救我命 这是不假的 该报答还得报答 对了小天 这时候 李叔似乎想起什么 他忽然说道 你回面时间里啊 有个人一直不停打你电话呢 你电话本上记的名字是秦一 应该是你在听到梦的朋友吧 刚刚他找你有急事 也算你醒了 一会儿抽功夫 给他回个电话 我心思有些复杂地看了一眼李叔 最后默默点了点头 以前如果我有电话的话 李叔都会帮我接了 然后再转告我的 可现在他做事一反常态 显然是知道金鸣的身份 根本不愿意帮我接电话 怕是对天道蒙 还有很大的芥蒂 我估计 他身上的事情和天道蒙 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只不过这些事情 我也不打算问 李叔和我朝夕相处 他的性格我了解 如果他想告诉我 他自己就说了 可如果他不想告诉我 那我就是把刀夹在脖子上 他都不会说的 对于他是正一道 小天师的这个事情 他从未跟我提起过 所以我也不打算问了 假装不知道 顺其自然吧 免得捅破窗户纸 到时候尴尬 接下来又和几个人 来看望我的人寒暄几句 大家看我疲惫了 他终于离开 一时间 卧室里终于安静下来 我这才连忙问 手戒纱里面的花木兰 他怎么样了 眼下我最担心的 就是他 我没事 花木兰的声音 在我心中响起 只不过 和那鬼老太逗了一番 有些伤元气 休养一段时间呢 就没事了 说到这里 花木兰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说到 一号 你别犯傻了 如果你不在了 我还存在着 有什么意义呢 我一瞬间 一听就乐了 这算是 媳妇的 真情告白 打开着感觉到 我心里小久久了 所以呢 花木兰是完全沉默下去 之后 任由我是死问活问 就是不肯和我说一句话 弄得我呢 有些郁闷 不过虽然呢 他不搭理我 但是听到他没事 花儿放下心了 犹豫了一下 则才拿起手机 拨通了清衣的电话 其实我心里也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 清衣虽然和我是患难之交 但是他性子清淡 绝不是那种 没事喜欢和人闲聊大批的人 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 他基本是不会主动联系我的 眼下看通话记录 两天 整整给我打了57个电话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只不过 清衣的语气有些交集 喂 是小天吗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两天 一直不接一个电话呀 听着清衣连珠炮一般的发问 我心中一阵感动 性子清淡的清衣 又如此一面呢 显然是担心极了 没什么事 为了避免至交好友担心 我打起精神 就笑着说 只不过出了点小状况 所以这两天呢 没看到你电话 怎么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是你的 山西全境守护者的正式任命 已经下来了 清衣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然后 于尽一顿 紧接着 就沉声说道 小天 你那边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能听得出 你现在很虚弱 你的声音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我朋友不多 你算一个 我希望你不要瞒我 我朋友不多 你算一个 清衣一句话就冲击我的软肋了 我鼻子一酸 差点眼泪没下来 周冯这生死大难 我说心里不怕 不后怕 甚至是不担心 是假的 只不过 我现在正尝试 去扛着我肩膀上那些 我扛不住的强梁 所以 不想把这些软弱的表现出来 故意强成笑脸而已 其实 我身上疼得知他们嘟嗦呀 如今 至交好有一句话 终于击碰我的面具 我要了牙 最后 还是把那鬼老太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 和静衣说了一遍 信仪听完之后 陷入沉默之中 过了两久 就忽然问道 你和鬼老太交手过 有没有发现 他虽然是阴魂 但却有僵尸的特征 尤为像铁尸 铁尸 我在前面说过 就是 清朝人 失变之后 产生的僵尸 因为当时的 殡葬习俗的原因 他们浑身 坚硬如铁 力大无穷 无坚不摧 我仔细一想 那天夜里 和鬼老太 交手的过程 还别说 这事后一想 确实有很多 不同寻常的地方 比如 那鬼老太 明明是阴魂 但是打上去 跟打在僵尸身上一样 我那摆臂刀 一刀都没斩下头颅 这着实怪异得很 当下 我把鬼老太 和他交手 那天晚上的 种种细节 全部 仔细细细地 和轻衣说了一遍 有阴魂的能力 有僵尸的特征 一魂一湿 轻衣沉声说 如果 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 蜡尸所魂了 蜡尸所魂 这啥玩意儿啊 我有些不解地问轻衣 轻衣当下 粗略地 给我解释了一遍 在古代呢 一些大户人家 重要人物死了之后 为了保存尸体 其家人 一般都会在尸体的身上 抹一层厚厚的白蜡 蜜蜂保存 这种尸体 叫做蜡尸 所谓的蜡尸所魂 原本就是 人死之后 魂魄还没来得及 离开尸体 就被其家人 匆匆忙忙地 用白蜡把尸体裹住 如此一来 那阴魂就走不了了 进不了轮回 和尸体一起 被密封在白蜡里面 下脏之后 尸魂不断融合 最后会形成一种 非常可怕的脏东西 这种脏东西 一魂一失 非常难对付 毫无疑问 我碰到那鬼老太 就是这种鬼东西 给我解释完 什么叫做蜡尸所魂之后 秦妮就说 好了 真实性啊 你别管了 蜡尸所魂 你对付不了的 说完 秦妮直接挂了电话 弄得我是满头的墓水 再次不打电话 秦妮已经关机了 最后我也只能 闭嘴不问了 这一天晚上 我倒是没有 被脏东西骚扰 因此 我倒是 着着实实地 睡了一觉 结果 第二天 一睁开眼 就发现 我床边站着一个人 这人背着古剑 穿着一身青色长袍 带着一身的风尘气息 可不正是秦妮吗 秦妮副手而立 看我醒来了 就顿时问 还能爬起来吗 爬不起来 找人拿担架抬着 我带你去报仇 斩了 蜡尸锁魂的凶灵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又名 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